第756集 在朱玉剑这次北上秦王 规模远比历史上要大 朱玉剑拥有南洋钢铁厂的工厂 拥有常备的钢铁超过百万斤 虽然他没有火炮和火枪 却利用钢铁武装了上万人马的民状异军 朱玉剑率领上万民状 浩浩荡荡的一路向北 幸亏被大谷官的守军 二二八团的守卫杰柱 大谷官是洛阳城的南大官 也是南洋府为了防备明朝进攻 设立的关爱 当然 昔日的东汉洛阳八官之一的大谷官 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全家军南洋府负责五倍全家军第57旅 立即在大谷官境内重修建了大谷官 这座新建的大谷官采取钢筋水泥建筑 官城长约450余部 并设立了营区 负责防守大谷官的则是二二八团的一个司 要不然 朱玉剑率领的这上万民状 真有可能跑到京城 只不过 军队没有让他北上 唐王就率领百余侍卫 一路来到北京 朱玉剑可以对天发誓 大明的这些藩王绝对没有胆子反抗 他只能尽可能为他的那些亲族争取利益 名下的田地 矿山 园林 铁 盐 特权是保不住了 累市积攒的家财也保不住了 在穷奢吉遇两百多年之后 大明藩王集团这一特殊团体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全旭这个皇帝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新朝政府更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 于是 在军队的配合下 大明北方的藩王 向福王 周王 陆王 赵王 包括长安城的秦王 统统他们即将被剥夺所有权利 变成平民百姓 全旭虽然很讨厌那些不争气的藩王 却没有把他们往死里逼 在下令禁削天下藩王的同时 他还下令调查各省藩王的收入情况 在抄家的同时 却不是直接抄末 而是给他们留下一定的生活物资 经过调查发现 大明的藩王和宗室超过八成都穷得叮当响 另外就是 所有的皇室成员 无论男女 都要接受官府组织的就业培训 在就业培训期间 给他们每人发放四十五斤粮食 以及一枚银元 如果在半年之内 当然 他们最好在半年之内学会一技之长 否则就等着饿死好了 此外 全旭下旨 允许著名皇室成员习武 读书 经商 如果自认为有这个能耐的 甚至可以尝试从政或者从军 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藩王 全旭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全部流放到澳大利亚去 让他们去找重真 全旭原本以为 一改革又掀起了惊涛骇浪 出人意料的是 居然没有多少人跳出来反对 绝大多数皇室 并不留恋自己那皇亲国妻的高贵身份 大明朝廷财政困难 很多王府的俘禄都欠到万历年间 除了有一个虚名之外 除了几个有名的藩王之外 大部分宗室的日子过得其实非常惨 他们既不能工作 也没有俘禄 田地也不多 日子过得让他们愤恨不已 在全旭削藩之后 他们打起十二分精神 开始了新的生活 经商的经商 从军的从军 上学的上学 野心比较大的 甚至尝试着去谋个一官半职 这一类属于颇有气魄和才学的 全旭朝几乎将重真一朝的官吏 一扫而空了 工业党集团人才再多 也雇不过来这么大的摊子 正需要人手 他们算是找对了时机 颇有一些人靠着自己的天分 和朝廷一些优惠政策 很快就在商界 政界混出了名堂 用事实告诉所有人 老朱家的子孙并不差 只要给他们机会 他们总能闯出名堂的 而闯出最大名堂的 却是曾经的唐王 原本历史时空里的朱玉剑 朱玉剑喜好兵士 他就在全旭身边参军 从一个小兵干起 一步一个脚印 后来他成为大明欧洲远征军的总司令 虽然没能当上皇帝 却得到了任何一个大明的皇帝 都无法得到的荣誉 欧洲征服者 关于改革的朝会 已经开了好几天了 由于大家都是朝堂外的人 对大明两百多年来的击毙 反而看得比谁都透 而且多数核心人物 也是多年合作的老拍档了 彼此之间的默契自不代言 因此每一项改革计划 都很快就能达成共识 崇祯朝上几年都 炒不出个子丑银某的事情 他们花一两天 就能制定出个大智的计划 然后交给活活下的心脏病 发作不可 而这天 河北省高官向内阁 抛出了新的议题 陛下 民间民众均拥有大量武器 好勇斗狠之风日盛 臣认为此风切不可掌 理应收缴民间武器 以免生变 河北省沧州府新上任的知府 严崇文在知府任上 被一名百姓近距离 用火枪击中腹部 伤众不治而亡 这是全市大明死亡官职最高的官员 其实 严崇文的事情也被调查清楚了 严崇文有一个非常混蛋的儿子 严明里 他依仗着自己老爹是知府 非常嚣张 与沧州府治下的百姓 胡栓柱是沧州的城管 遇到严明里起码在街道上拉屎 他就上前去执法 严明里认为 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就拿着鞭子狠狠揍了胡栓柱一顿 在全市大明 这件事可不算是小事 很快这事就闹到了严崇文那里 城管大队的执法权是权序赐予的 严崇文非常清楚 这事如果不妥善处理 不仅他的乌纱帽不保 很可能连严明里将来的前途也完了 严崇文也算是恨铁不成钢 亲自上门给胡栓柱赔礼道歉 赔偿汤药费 替严明里缴纳罚款 然后写下保证书 这事基本上了结了 严崇文狠狠地收拾了严明里一顿 拿着藤条抽了严明里数十下 打得严明里半个月没有下床 然而严明里实在气不过 他不敢找严崇文的麻烦 就恨上了胡栓柱 为了报复胡栓柱 他很快就打听到了胡栓柱 有一个未过门的妻子 李氏 就找人向胡栓柱 未过门的妻子的父亲 李老汉说亲 要用一百两银子的彩礼 纳其为妾 李老汉也是一个贤贫爱富的主 他看着严明里年少多金 父亲又是知府 前途不可限量 而胡栓柱 只是一个普通的城管 而且还得罪了知府大公子 将来还能落着好 于是 李老汉就毁昏了 向胡栓柱家 退掉了之前送过来的聘礼 胡栓柱遭遇了夺妻之恨 又听到严明里 在他面前辱骂他 他当时就爆发了 只不过 这时严明里 没有违反城管规定 他也没有办法 他回到家中 拿着火枪 背着柴刀 杀向严知府家中 权氏大明可不像 朱氏大明一样 给知府配备家丁和仆丛 严重文为了表示自己清廉 家中只有一名车夫 两名仆丛 外加一个厨娘 一期一切 面对气势汹汹的胡栓柱 严重文为了保护自己亲生儿子 挡在严明里面前 被胡栓柱一枪击中腹部 这个内阁提议 确实是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因为民间百姓有武器 对于官员是极大的威慑 处理事情不公平 你试试 老子有枪 可以用枪为自己讨还公道 据不完全统计 死在百姓枪下或刀下的辽东官员 已经达到双数 当然 那个时候 都是诸事大明 派到辽东的官员 这事权旭也不会管的 权旭直接将这个议案 扔到了一边 他朗声道 进武是永远不可能进武器的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权旭其实非常清楚 别看横扫四方 打得匈奴不敢南下的汉朝 其实常备军兵力并不多 以中央为例 光路勋掌宫殿门户 其麾下有虎奔中狼将 宇林中狼将等统兵官职 蔡智汉仪称 虎奔中狼将 虎奔千五百人 吴长元 多至千人 宇林狼百二十八人 应绍 汉官仪 宇林左肩主 宇林八百人 右肩主 九百人 以上 光路勋执掌的部队 大约为虎奔一千人 宇林一千八百二十八人 合计 两千八百二十八人 卫卫 掌宫门卫士 宫中 较巡视 蜀官 除宫车司马令 所领卫士之术不明外 其余蜀官 包括南北宫卫士令 左右都侯 以及诸宫门司马 共领卫士 约两千四百五十四人 北军中侯 掌兼武营 所属屯旗 岳旗 步兵 长水 射生武校位 总兵力 三千五百三十六人 执金玉 掌宫外戒司 非常水火之势 汉官记载 执金玉 提齐二百人 执己五百二十人 共领卫士七百二十人 城门校位 掌洛阳城门十二所 据马端林 文献通考 兵考二记载 为城门屯兵 数无所考 以宫门夜门司马 所领者推之 多者七百二十人 少者至三十人 旷十二门 只于一校 非重兵所在 多不过三千人耳 按照此推论 兵力按三千人计 以上合计 东汉中央军 总兵力为 一万二千人左右 王朗曾说 旧时虎奔 雨林 五营兵及卫士 并和虽且万人 这个记载与推算结论 大体相符 当然 西汉汉武帝 创立八校位 其实兵力也是万人 但是 汉朝时期 一旦战争需要 汉朝皇帝发兵征讨 就可以从各郡国征兵 从民间征兵 西汉主要依靠 六郡梁家子 但是这个民间百姓 都有习武的习俗 哪怕临时征兆的士兵 对外战争打起来 也非常顺利 甚至杀出了 一汉敌武胡的威名 第七百五十七级 当然 唐朝也是如此 以唐朝的版图为例 大唐的版图远超大明 可是事实上呢 唐朝仅仅有三百六十七座折冲府 而折冲府又分为上折冲府 中折冲府 下折冲府 就算全部都是上折冲府 唐军总兵力最多不超过四十四万人 其中关中驻扎着十六位 合计约十八万人马 同样 占据着全国绝对的优势 尚武精神 是一个国家军事战斗力最强的体现 这是因为秦汉以来 汉人本身尚武 就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司马氏晋朝 懦弱无能 可是汉人地方上的豪强 也可以打得诸胡 狼狈不堪 比如说 泛阳祖替北伐 晋元帝司马瑞 不给兵马 不给装备 只给了一个建威将军的名号 三千匹捐 结果 祖替带着乡亲随从 几乎收复河南帝 刘坤带着一千不取 独守晋阳十四年 光军队训练得再好 如果民间没有习武 何敢作死 敢拼杀的精神存在 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就以现在为例 平心而论 即使是英法联军的武器装备水平 远不如全家军 可是 皇太极率领的清军 敢有勇气 顶着弹雨冲锋 如果全旭 把全家军的火力 降至英法联军的水平 满清骑兵 是有机会冲上去的 关键是 那个时期 清朝已经失去了上武的精神 汉人本就上武 只是从秦汉堂 一直可以碾压周边 但是到了宋朝 开始中文清武 统治者采取了 至民为扬的战略国策 持续不断地用礼教 法律去打压 去弱化这种上武精神 越往后期越严重 当然 明朝中前期 还是比较重视武人的地位的 朱元璋非常重视武人的地位 要知道 小旗也就是从七品 总旗则是五十人的队长 则是与正宪令一样的级别 只是可惜的是 在土木铺之后 明朝的文官集团崛起 全面压制武官 别说六品百户 五品千户 在宪官面前都已经抬不起头了 虽然说 后世全世界拥有合法持枪的国家有很多 特别是漂亮国 枪击事件层出不穷 可问题是 一旦战争作为动员 漂亮国可以得到大量训练有素的军队 全旭也需要大明的百姓 合法拥有武器 习练武艺 第一方面 全旭在统一天下之后 可以缩减军队编制 他感觉常备十六师 共计一百一十三个旅 部队保持在一百万人左右就足够了 一旦战争需要 就像这次在辽东和核套地区的民兵部队一样 因为民间持有武器 参与军事训练 这次战争中 全旭共动员将近二百万民兵 参加运输或者支援战斗 表现得非常不错 民兵的战斗力完全不弱于诸世大明所谓的精锐部队了 重振汉唐雄风 这是全旭的目标 这个目标他不允许任何改变的 当然不尽武器也不代表不管理 全旭下旨 大明百姓可以拥有刀、枪、棍、剑、火枪、弓弩等这些武器 但是平时不准带出带进街市 以及公共场所招摇过市 可以在家里习练武艺 也可以野外习练枪法 但是要注意安全 尽可能避免伤疾无辜 至于严重文的问题 他属于教子不言 念其无大错 保留其官、身、安葬 全旭制定下民间合法拥有武器的制度以后 马上就开始翘班了 沈明泽原本想私下里劝劝全旭 毕竟在他的心中 百姓持有武器 对于统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一旦百姓持有武器 如果某些野心家登高一呼 天下皆反 那还得了 可是他找遍紫禁城 却没有找到全旭的身影 不仅仅是全旭 就连李燕庆也不在 皇家禁卫军也有一只侍从 离开了紫禁城 沈明泽还想打听全旭的去向 就遇到阻拦 沈大人意欲何为啊 这话有点重 以前的时候 大明的皇帝可都在文臣的眼皮子底下 说句不好听的话 崇祯每天几点撒尿 临兴了哪个贵人 文臣都是门清 现在 全旭可不受他们控制 要问全旭去了哪里 其实很简单 全旭并没有离开京城 而是去了改为大明装备部的枪炮局 去那里跟着墨华 导过飞天木鸟了 全旭刚刚过来的时候 起初以为是什么伟大的发明 结果 发现这只是一架简易版本的滑翔机 通体采取空心合金钢结构 用蒙上的帆布作为机翼 驱动的动力居然是一台脚踏式 类似于自行车的旋转翼 经过试验 这架滑翔翼飞机并没有飞起来 主要是人力驱动的马力不够 就在全旭与莫华商量着如何改进的时候 一支庞大的舰队缓缓抵达了天津港口 这是一支隶属于威尼斯城邦共和国的舰队 作为首领还是海伦纳 只不过现在的海伦纳变得风润起来 有些风乳肥囤的感觉 从威尼斯抵达大明 正常顺风的情况下 需要经过八个多月的远洋航行 然而海伦纳这一次出海就不顺利 他们遇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追击 25艘武装商船 还被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击沉了三艘 遇到风暴又失联了一艘 估计凶多吉少 海伦纳从海上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好不容易抵达印度洋 又与英国的海盗在斯里兰卡海域遭遇 无奈之下 海伦纳只好绕过了马六甲海峡 这一绕不要紧 足足多了将近一倍的航程 当初那个几个月大的女鹰 现在已经快要两岁了 长得非常可爱 她自己一边用勺子扒拉着饭 一边好奇地问道 妈妈 咱们不是去旅顺吗 为什么来到了天津 凯瑟琳全丹多罗的话自证腔圆 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海伦纳 海伦纳怂怂肩 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以前的时候 你那个父亲还是大明的东方总督 现在 据说呀 他称了皇帝 皇帝是什么 能吃吗 好吧 对于这个吃货女儿 海伦纳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 好不容易等凯瑟琳吃完饭 海伦纳这才抱着凯瑟琳 走下悬梯 登上天津的码头 天津港口 倒也没有为难这支威尼斯的舰队 因为海伦纳拥有完整的通关文书 通关文书上还有全序的签名 海伦纳带着蒲丛 雇佣了十几辆马车 开始沿着天津至北京的关道 向北京城走去 虽然时隔多时 战争过后的痕迹 还是没有完全抹去 一些地方还能看到炮弹击中的痕迹 或者被烈焰焚烧的树木和房屋 不过整体而言 这条关道正在一分为二 一边宽度不大 却可以供人们通行 另外一边则是大量的民夫 正在奋力的修建着公路 不仅仅是公路 同时修建的还有铁路 坐在马车里 凯瑟琳显得更加好动 妈妈 好多人 是啊 海伦纳有些感叹 大明的人很多 他们呀 随便一个城市 就可以超过我们 威尼斯城邦共和国的总人口 这话其实有失公允 因为海伦纳建造的大明城池 无一例外都在沿海 了不起抵达过大明府 都是大明人口密集 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 当然 此时从天津到北京城 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 修建铁路的修建铁路 疏通沟渠的疏通沟渠 也有百姓正在修建自己的房屋 到处都是繁忙的人群 尽管天寒地冻 却阻挡不住人们的工作热情 凯瑟琳看了很久 看得有些累了 就慢慢靠在海伦纳怀里睡着了 海伦纳却有些浮想连篇 海伦纳再次来到大明 其实是带着自己的私心 她需要全绪 为她提供后装线塘榴弹火炮 只有优势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的火炮 才能改变威尼斯城邦共和国的被动局面 然而 她作为一个了解全绪的人 表面全绪很平易近人 但是 她却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 为了迫使全绪改变原则 她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前来大明 海伦纳更加清楚地知道 大明人对于子女的态度 大明人不像欧洲人 甚至威尼斯一样 对自己的子女态度不一样 如果全绪知道了凯瑟琳是自己的女儿 那么全绪肯定不会再让凯瑟琳回去 那么问题来了 是失去女儿还是失去母国 在这一刻 海伦纳头疼起来 望着熟睡的女儿 望着她那抖动的眼睫毛 海伦纳有点想要撤退 她不想见全绪 也不想回威尼斯城邦共和国 怎么办 海伦纳千百次地问自己 一时间她心乱如麻 也不知道 也没有想要的答案 抵达新桥驿站的时候 大雪开始纷飞 海伦纳的车队停在了驿站 来到这座新建立的驿站之中 随着全绪的新明朝建立 光从这个驿站 就不难看到京城又恢复了火力 来自各地的车辆进进出出 络绎不绝 从旅宋 中南半岛 辽东运来的粮食 从朝鲜来的船 运来铁矿 木材 从冀州岛来的船 运来战马和碗马 从广东来的船 运来大米棉布 种种物资 在经过天津港口之后 一路运向京城 由于大雪封路 堵在新桥驿站的大车 已经排成了长队 一眼望不到头 密密麻麻的大车 停在路边或停车场 拉车的马或牛 早已被拉到了驿站里 备扬起来 海伦纳抱着熟睡的凯瑟林 进入了新桥驿站 虽然全绪改革了很多新政 可是大明仍旧是男权社会 外出的人大都是男子 驿站之中 海伦纳抱着一个凯瑟林 顿时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第758集 要一个独立院落 不好意思 独院已经没有了 两间上房 六间普通房间 不好意思 上房也没有了 只剩一间普通客房 海伦纳有些为难了 她倒是没有所谓 可是凯瑟林太小了 她此时身上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 还包裹着厚厚的睡袋 可问题是 如此天寒地冻 她也受不了 更何况 海伦纳随从众多 大不了他们搭帐篷 多买些煤炭取暖便是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名白胖的男子 朝着海伦纳走过来 您是海小姐 现如今已经官升为 辽阳省商务司司长的 程敬贤 小心翼翼地上前问道 程敬贤 算是灰州商人之中 混得最好的一个 在全续的新政中 废除了巡抚和布政司 省政府如后市一样 下属各部 与中央垂直管理 当然 中央的商务部是高官 而省级商务司 则与知府同级 府级行政编制 则不像后市那样 设立各司各部 毕竟 大部分县境和州府 如今既没有工业 也几乎没有商业活动 另外 如果要补齐这些官员缺口 则需要大量的官员 程敬贤前来北京城 参加全续的登基大典 随后参加商务部会议 政务院会议 直到现在才从京城返回 能从一个商人 做到知府同级的高官 这可是程敬贤 从来不敢想象的 程敬贤之前 作为辽东议事府的一员 曾经去过五维侯府 拜访过全续 在全续的府邸上 见过海伦纳 知道海伦纳与全续的关系不错 此时海伦纳前来这里 肯定是得知了全续当上了皇帝 作为商人 程敬贤最大的优势就是情商高 懂得察言观色 会做人 更会做事 海伦纳疑惑地望着程敬贤 原本程敬贤 只是在人群中匆匆看过海伦纳两面 海伦纳最大的优势就是身材高 高出大部分男人半头 可以说全续已经是大名男人中身材较高的了 可是与海伦纳相比 全续也要矮上海伦纳半头 海伦纳一时半会儿 还真想不起程敬贤是谁 程敬贤压低声音道 程某乃五威猴门下 想必海小姐对程某不熟悉 海伦纳淡淡地道 我不是海小姐 你可以叫我海伦纳 我姓丹多罗 丹多罗小姐 新桥驿站已经没有客房了 程某有一个独院 若是不嫌弃 可以分给丹多罗小姐几间房 如此 多谢 程敬贤给海伦纳房间 结个善缘 不仅仅是海伦纳是全续的旧食 最重要的是 海伦纳是威尼斯的商人 可以在辽东采购大量的货物 这可是财神爷 随着全续的新政开始执行 各省各府之间的良性竞争 已经开始了 辽阳府虽然是全市大明的新儿子 各方面的基地设施和基础工业 已经成熟 发展良好 在工业时代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生产产能的过剩的问题 辽阳府什么都多 以来自朝鲜的木材加工的各种家具 车辆 以及木制品 甚至连旅顺造船厂的造船产能 都出现了过剩 虽然说全续现在不停在规划新修建的铁路 比辽阳省到北镇省 再到天山省的战略铁路 从长安府 再到核套淮远城 再到北京城的北境铁路 从登州 归德府 洛阳的铁路 然而铁路虽然消耗了大量的钢铁 可问题是 铁路修建的再多 也赶不上产能的扩充 现在的全市大名 钢铁的利润已经降温了 从前的时候 修建一座钢铁厂 半年可以收回成本 现在投资兴建一座钢铁厂 五年能收回成本 已经不错了 这就需要外部的销售市场 而海伦娜就可以联系这个销售市场 海伦娜经商多年 从程敬贤表现出来的热情 自然知道她想要什么 如果是海伦娜和她的随从 她宁愿在野外搭建帐篷 也不愿意接受程敬贤的好意 可是 现在海伦娜不仅仅是一个商人 更是一个母亲 她几乎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房间有限 程敬贤分给海伦娜四间客房 独院市的高级客房是专门为有钱人服务的 光凭程敬贤的级别 其实只能住客房 但是程敬贤不差钱 只要是合法收入 全市大明是不限制官员消费的 海伦娜走进客房 立即感觉里面温暖如春 毕竟 虽然这里没有暖气 却有火炕 还有地暖 当然 这个地暖 与后世的地暖不同 只是采取烧煤炭在地板 凯瑟琳的年龄小 睡眠时间长 海伦娜将她放在床上 然后来到浴室里 美滋滋地泡了一个热水澡 感受着热水的浸泡 让她感觉四肢百孩 都异常舒服 程敬贤这才北上 带着她的三儿子 程子晨前来北京城 见见世面 程子晨有些不解地 望着程敬贤道 爹 你为什么对那个翻婆子 这么客气啊 程敬贤淡淡地笑道 你懂什么 程子晨道 莫非你是 程敬贤慢慢琢磨过味儿了 一巴掌拍在 程子晨的脑袋上 混蛋 你想到哪里去了 程子晨撇撇嘴 表示不相信 程敬贤叹了口气道 新朝新政 当今天子 用人不拘一格 像为父这样的官员 政绩是非常重要的 为父从基层 一步一步坐上来 既精通商务 又精通术物 这样的官员 在旧朝是不受待见 在新朝 却前途光明 为父也想有生之年 当一把首相 光宗耀祖啊 想到这里 程敬贤立即吩咐门下随从道 你马上进京 找到神首相 告诉他海伦娜来了 让神首相通知陛下 吩咐完随从 程敬贤就开始让人准备晚宴 准备宴请海伦娜 程敬贤把海伦娜这个外商 当作自己成功的阶梯 他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宴 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 程敬贤与海伦娜达成了多方出口协议 比如说造船订单 威尼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力短缺 这恰恰是大明的优势 强大的生产能力 可以弥补威尼斯贸易商船 被奥斯曼击沉或俘虏的缺口 当然海伦娜最想要的还是海沙级的战舰 这种战舰一旦开到了欧洲 不仅仅可以碾压奥斯曼帝国的海军 甚至可以碾压西班牙帝国的海军 更可以碾压海军的新秀大不列颠帝国 可问题是 这种战舰 程敬贤无法做主 事实上 程敬贤与海伦娜达成了两万吨钢铁的出口贸易合作意向 当然这个订单只包含普通的钢材 不包含各种合金 就像可以铸造火炮炮管的钢铁合金 海伦娜提出了用5000金卡特金币一吨的价格 一个金卡特采取足金铸造而成 重达5.3克左右 虽然由于技术的原因 所谓足金并非99.9% 大约在95%左右 就算每枚金币为5克 那也是25000克黄金 按照后世的比例 这个价值是相当贵了 程敬贤满脸堆笑道 丹多罗小姐 您这是难为我了 别说5000个金卡特 就算是5万枚金卡特 这个生意我也不敢做呀 海伦娜有些失落 程敬贤笑道 这事能做主的人在北京 您与吴皇陛下的关系 这事或许可以成 海伦娜叹了口气道 与你我还能谈 跟她是百分百没得谈 别看全旭卖给了她滑糖炮 那些滑糖炮 其实都是枪炮局 在试验过程中失败品 然后磨掉糖线 卖给她的 全旭的原则性底线 是不会因为她而动摇的 每每想到这个问题 海伦娜突然感觉面前的菜肴 一点都不香了 就算抵达京城 她可没有半点底气 可以说服全旭 就在海伦娜浮想连篇的时候 全旭正在御书房 紧急召见沈明泽 这个政务院首相 陛下 坐 全旭让人泡了一杯热茶 来 先喝一口 暖暖身子 谢陛下 全旭望着窗外飘扬的大雪道 朕已经接到消息 这场暴雪 已经遍布河北山西 就连山东北部和河南 也受到了波及 沈明泽知道全旭 可不像其他士大夫 说是民为重 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全旭非常重视百姓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 这场暴雪 目前为止 尚未造成大规模的损失 但是这场暴雪 肯定会给百姓的生活 造成重大的影响 这场雪灾不除 百姓难安 全旭叹了口气道 这场雪灾 也是我们新潮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天下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 政务院要抽调工作组 分别下达各地 监督 调查雪灾对百姓的影响 同时 要保证各地的粮食价格 不受雪灾的影响 也不能让雪灾造成无辜的伤亡 政绩再重要 那也没有百姓的生命重要 沈明泽攻身道 沈明白 只是这场雪灾波及范围太大 交通运输遇到了重大的困难 无论是山海卫港口 还是天津港 物资皆堆积如山 无法运输到各地需要的地方 泉旭很自然地想到了后事 那就派出部队参与救灾 军队救灾 沈明泽对此表示有些不解 这行吗 必须行啊 泉旭随即给总参谋部下达命令 让总参谋部的朱兆仪和国防部的袁淑 连夜进攻 有一说一 泉旭登机之后 废除了很多规定 比如说紫禁城遇到天黑之后 就会洛索 无论出了什么事情都不会打开 即使有天塌地线的大事 那也只能让送信的人 调到宫墙上 然后进攻 但是泉旭却没有这样的规定 他在进驻北京以后 首先废除了宵禁的制度 事实上 不仅仅是北京 包括所有城市在内 所有的城市都不设宵禁 京城24小时开着城门 百姓和商人都可以自由出入 皇宫的大门同样不会关闭 只要有需要 可以进攻向全旭禀告事情 第759集 在朱兆仪听到部队要配合沈明泽的政务院 参与百姓救灾的时候 朱兆仪有些不情愿地道 陛下 让部队听文官的指挥 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被文官压制了几百年的武官 好不容易遇到了全旭 全旭提高了军人的待遇和自主权 这些武官好不容易不用再被文官指使了 现在全旭又让部队接受文官的指挥 朱兆仪无论是情感还是自然反应 都不想接受 全旭看向朱兆仪 如果你能处理好现在的血患 朕听你的都行 这话有点重 虽然全旭在自动放权 但是他可不敢让全旭听自己的 这算什么 欺负皇帝 别说全旭不会答应 皇家陆军和皇家海军的将领 都不会答应 而士兵委员会也会第一时间动手 让朱兆仪死无葬身之地 朱兆仪不敢让全旭听他的 也不能 就这样 朱兆仪开始分配部队 参与救灾 随着大量的皇家陆军 开始参与清扫被冰雪覆盖的道路 保障道路的交通 交通畅通了 海量的物资可以分配到受灾百姓的手中 这段时间 多亏了棉花的大量种植 再加上蒸汽机纺织生产效率的提高 棉衣的成本和售价都便宜了下来 在崇祯二年 一件棉衣可以卖到六到八两银子 别说普通百姓穿不起 就连一般的富户也要考虑考虑 但是现在的棉衣则降到了两三两银子 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小贵 但是随着银子在这几年的贬值相当严重 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大部分百姓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部队参与救灾 这场雪灾对北方的影响正在持续弱化 就在全旭躺在暖阁里的沙发上 查看着救灾报告的时候 却有一名宦官跑过来道 陛下 宫外有人求见 说是陛下雇人 全旭在北京城的雇人可不算少 满朝文武都算 敢跑到他这里的似乎不多 请他进来吧 是 宦官告退离开 从宫外走到御书房一侧的暖阁 距离还是非常远的 足足等了将近十几分钟 一名身披斗篷的女子躬身朝着全旭失礼 尊敬的国王陛下 海伦娜 居然是你 全旭有些好奇 以海伦娜视钱如命的性格 她几乎是抵达到欧洲 将货物处理后 马上携带着欧洲的货物或全旭需要的东西前往辽东 经年累月 从来不休息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船上飘着 这次前前后后 海伦娜差不多快三年没有露面了 三年不见 海伦娜第一反应就是胖了很多 显得更加丰润 特别是饱满的胸部 尽管冬天衣着很厚 却依然显得非常壮观 难得国王陛下还记得我 海伦娜并不拘束 直接坐在全旭对面的沙发上 看着海伦娜脸上的皮肤光泽 显得这段时间过得不错 全旭撇撇嘴道 你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 那个啥 不是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吗 这次回来能不能多住些日子 海伦娜望着全旭 突然感觉暖阁里的温度有点高 这并不是心理作用 这是物理作用 外面的空气中 零下十八九度还是有的 而暖阁里的温度 却有足足二十五度 全旭仅仅穿着一件宽松的紧袍 而海伦娜却里三层外三层穿得非常厚实 海伦娜解下自己的外套大衣 全旭也是过来人 自然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海伦娜这次确实是找全旭来帮忙的 全旭的提议让威尼斯城邦共和国 从神圣罗马帝国吸引人口 可是这一点 国情却不像大名 威尼斯吸纳人口的策略 并不算非常成功 吸引了不少人 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外来人口与本土人口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涉及方方面面 而且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威尼斯城邦共和国 开始减少吸引外来人口 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 必须有先进的火炮 先进的战舰 才能解决威尼斯城邦共和国遇到的危机 全旭白白首道 你们都下去吧 这里不需要伺候 是 立下 暖阁内的十几名公额和宦官 迈着小碎布离开 此时 暖阁中就全旭与海伦娜二人 久汉冯甘林 海伦娜有些动情 她开始解开衣服 就在这时 暖阁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贵妃娘娘道 三娘大步迈入暖阁 她的目光落在海伦娜身上 看着海伦娜正在脱衣服 脸色微微一变 海伦娜 你这番婆子 好不要脸 全旭暗呼侥幸 幸亏此时她只是心动 而没有行动 海伦娜望着三娘笑道 怎么 想打架吗 怕你不成 全旭稍稍起身 这事她不想管 三娘的性格她了解 海伦娜的脾气 也挺像一个爷们 二人只要见面 那就是彗星撞地球 肯定会擦出火花 一场中西友谊交流赛 在半课中之后结束 时间虽然不长 打得相当激烈 二人打出了真火 你轻点 三娘望着全旭手中的药酒 全旭苦笑不得地道 现在知道疼了吧 不疼 一点都不疼 嗯 全旭听着三娘压抑的声音 娘的火大 全旭发现海伦娜似乎非常热情 热情的又有些过火 一番颠纶捣缝之后 海伦娜像小猫一样 沉睡在全旭的怀里 全旭却毫无睡意 毕竟她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同了 其实海伦娜的动机并不难猜测 她需要的就是全旭手中的先进火炮 可是全旭并不想泄露手中的火炮技术 毕竟这些火炮拥有着太多先进的工艺技术 从前庄滑膛炮到后膛县膛榴弹炮 欧洲用了二百多年才完成了技术消化 其中走了不少弯路 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将会实现加速超车 走向世界的前列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未来 火炮的发展正确模式 坚决不可能传到欧洲 私情是私情 国事是国事 这一点全旭分得很开 想到这里 全旭悄悄起身 穿着衣服 离开别院 回到皇后的寝宫 皇后 委屈你了 全旭伸手搂住朱维提 朱维提摇摇头 有话明日在说 臣妾有些困了 全旭理解朱维提的不愉快 作为皇后 善度可不是什么好名声 不会影响朱维提的声誉 也会影响夫妻二人的关系 可是作为女人 朱维提心中隐隐有些不痛快 全旭知道 此时无声胜有声 伸手熟练的一条 朱维提身上的华服 在他的惊呼声中滑落 全旭得意的一笑 他任凭朱维提的粉拳 打在他的胸口 抱着朱维提 静止走向榻上 很快 寝宫里就传出粗重的呼吸声 并且逐渐加快了频率 摇曳的烛火 似乎有些羞涩 渐渐暗了下来 人生难免会遇到很多意外 特别是地震 一个人一辈子 能遇上一两次 就是了不得了 所以大多数时候 是没什么防范意识的 地震来的时候 全旭正抱着朱维提在睡觉 一阵地动山摇般的晃动 全旭刹那间就醒了过来 他起初还以为在做梦 就像乘坐着一艘飘荡的海山船 接着 寝宫顶上掉下的尘土 让全旭马上意识到了不对 还好 紫禁城经过紧急翻修 主粮还扛得住 只是掉落了一些瓦片 全旭马上将朱维提护住 而后迅速先给一脸惊魂未定的朱维提 披上衣物 然而 朱维提下意识地惊叫道 练儿 全旭拿着朱维提的衣服 紧追着朱维提 朱维提几乎赤着身子 赶紧抱起全景亮 然后自己简单裹了几件单衣 全旭便拉着朱维提 冲出了寝宫 来人 陛下与何吩咐 在这里 在这里的空地上 扎上帐篷 注意防寒保暖 通知宫里所有人 不准乱跑 更不准大呼小叫 是 努必遵旨 地面上 全旭可以明显感觉到在晃动 不远处一处宫室 似乎是房梁掉了下来 里面的宫额 发出凄厉的惨叫 李燕庆则带着一群禁卫士兵 跑到全旭面前攻身道 陛下 臣护驾来迟 救人要紧 臣 遵旨 全旭这才望着诸微提道 皇后宫礼交给你了 你先照看着 救人要紧 朕要处理公务 全旭揉揉脑袋 他开始头疼了 连紫禁城都出现了房屋倒塌 更别说平常的百姓之家了 现如今 天寒地冻 简直就是要命 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地震的位置 和地震的范围 以及受灾的情况 幸亏全旭之前破了儒家的天人感应那一套 要不然就会有风言风语传出来 事实上 全旭调动皇家禁卫军 京城各居委会的民状 展开救灾 总参谋部也紧急调拨总装备部的战略物资 比如军用被褥 棉衣 帐篷 睡袋 干粮等物资 展开积极有效的救援 一夜忙碌的基本都是禁卫军麾下 效率也不可畏不快 等地震停下来时 至少北京城已经安定下来 开始有序的恢复 全旭庆幸的是 经过上次全家军与清军在京城发生的战斗 毁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民房 这些新修建的房屋承受住了这次地震 也幸亏救援及时 没有出现大量的伤亡 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城有四千多间民房倒塌 一万多间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 成了危房 至于京城周边 为了救雪灾 总参谋部调动了十五个旅的部队 以及调动了四千多个镇的民兵 这次地震救灾 救灾起来更加容易一些 海伦纳本想与全旭商谈购买火炮 或铸造火炮的技术 只是眼下出了这档子事 全旭作为大明皇帝 也不好意思待在皇宫之中 全旭带着禁卫军的一个旅 开始走访周边 慰问受灾百姓的生活情况 三娘不想见着海伦纳 也主动跟全旭离开了北京 雪灾和地震到处都是灾民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这让全旭非常焦虑 平心而论 全旭以及新潮在这次救灾的过程中 既没有耽误时间 也是全力失为 可问题是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事情太多 各种风言风语开始出现 有人说 这次天罚就是因为全旭大肆杀戮世人 这才引起的天罚 也有人说 除非全旭废除新政 这才能平息添怒 锦衣卫在新潮并没有被全旭废除 与诸世大明一样 锦衣卫承担着监察百官的工作 只不过 锦衣卫的权力被削弱了不少 他们除非有圣旨 否则不再有抓捕审讯的权力 锦衣卫与玄英卫分属内外 玄英卫针对的百姓和商骨 而锦衣卫针对的则是官员 在锦衣卫分别向全旭汇报民间出现的谣言时 全旭直接下令道 无论是谁 该查查该抓抓 绝不姑息 全干道 跳得最欢的人是皇家学院的教育 刘李顺 刘李顺 全旭知道这个人 他是崇祯七年的状元 国学多才 教学有方 在温体人率领大部分官员投降皇太极的时候 身为汉林边修的刘李顺 并没有同流合污 他为了避免被迫害 趁乱逃出了京城 投到了全家山庄 被全家山庄的管事 聘请为全家山庄的中学教师 在全旭大杀汉奸士绅的时候 刘李顺是为数不多没有被清算的旧官员 当然 刘李顺博学多才 身为状元 却不精通术物 给他一个县长 他绝对干不了 于是 他在理性的举荐下 成为大名皇家学院的教育 刘李顺怎么可能担任皇家学院的教育 教育差不多相当于皇家学院的副院长 虽然全旭并没有把皇家学院提高级别 但这相当太学的教育级别与知府平级 就在全旭想要下旨 捉拿刘李顺的时候 沈明泽却道 陛下 此举不妥呀 其实 全旭也觉得此举有些不妥当 如果因为刘李顺的一句话 就断了他的生死 以后恐怕就没有人愿意说真话了 没有人说真话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比如585 960时期 政治正确就是哀鸿遍野 一地鸡毛 平心而论 刘李顺是一个有气节 有骨气的人 本身操守也无可厚非 他几乎是赤贫之家 家财不过百两 粮田四百亩 一妻一妾 家仆六人 在历史上 李自成攻破北京 刘李顺与妻妾家仆十二人 投还俱死 以身殉国 他又精通儒学 是属于全旭改良儒学理想人选 全旭略做思考 就明白了沈明泽的意思 在天下人看来 刘李顺是忠臣 尽管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 如果因此定罪 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大打击面 从而形成文字欲 这是极大的不利 用后世的话说 这属于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 特别是在大明这个政治环境 不因言获罪 几乎成了所有人的共识 全干在全旭耳边低声道 臣有办法 让陛下不用出面 锦衣卫也不出面 让刘李顺乖乖闭嘴 全旭道 查查其他人 朕就不相信 他们的屁股都像刘李顺那么干净 刘李顺公开发表此等言论 李信得知后 急忙找到了刘李顺 他公开在全校师生面前 抨击全旭的心证 简直在作死 刘李顺在面对李信的时候 振振有词地道 李信 你以为当今天子如何 不说千古一帝 至少堪比秦皇汉武 唐太宗皇帝可容未争 焉容不得刘李顺 刘李顺笑道 一个有为的君主 应该听得尽谏言 忠言虽逆耳 却利于行 国朝允许不同意见 陛下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身为臣子 岂能视而不见呢 李信有些苦笑不得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问题是 你应该分场合 如果是当着全旭的面说这话 全旭只会当刘李顺 是迂腐书生之见 根本就不会与其一番见识 然而 在刘李顺公开抨击全旭的心证 这就不是建言 而是反对了 同样是反对 性质完全不同 这就像给一个人提意见 当着面说 这属于指正 君子所为 如果在背后议论他人的措施 这就是小人行径 李信急了 伸手抓住刘李顺的胳膊道 你跟我走 随某去见陛下 做什么 承认你的错误 刘某没错 刘李顺有着自己的坚持 他要做卫征 在李信看来 刘李顺其实就是一个书呆子 如果不是因为刘李顺是他的同乡 关系还不错 李信才懒得管他 还学习魏征 魏征虽然以直为文千古 然而问题是 他在顶撞李世民的时候 是该说的话说 不该说的话 坚决不说 他作为东宫太子李建成的喜马 李建成的谋主 然而在李建成玄武之变后 李世民诸杀李建成的次子 李承道 三子李承德 四子李承逊 五子李承明 六子李承义 虽然说 历史上并没有记录 李建成诸子的年龄 可是在武德二年 李渊分封李建成和李世民的诸子 连刚刚出生的李太也被分封 却不包括李承德 也就意味着李建成的三子 四子 五子 六子 皆比李太小 只有李建成的次子 李承道被封为安禄郡王 李世民连这么小的侄子都不放过 魏征不敢反对 魏征反对李世民的政策 基本都是出于违反古理 或者是影响设计 比如说 李世民因为李相出生 大赏无品以上官员 魏征就坚决反对 李世民赐魏征 为李承前的太子太师 兼门下省事 魏征坚决不受 为什么呢 这说明魏征知进退 不想搅合到魏王李太 与李承前的斗争中去 刘李顺还自比魏征 真是可笑 他本是崇祯朝的状元 又是崇祯旧臣 在新朝本该避嫌 偏偏在这个时候冒出头 刘李顺对李信的善意提醒 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方面 他是士大夫出身 认为大明重士重农 本身没错 而且权续重商 本身不是没有问题 比如说 商人赚钱快 花钱如流水 当然 这并不是问题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社会风气 出入排场很大 吃喝铺张浪费 穿金带银 让刘李顺非常不爽 其实 他不爽的事情非常多 比如说 刘李顺的原本居住的房子 就是靠近西智门外 这里虽然靠近黄城根 却是黄城根前的贫民窟 都是以利夫或车夫 杂役等人居多 原本刘李顺 遇到这些草根百姓 这些百姓都会磕头行礼 态度非常公顺 可是虽然权续的新朝建立 居住在西智门外的普通百姓 家中房屋被战争摧毁 权续作为新朝皇帝 自然不会不管这些居住在城中的棚户区 于是 在权续的主导下 这些战乱损坏的房屋 或者是棚户区 都开始了陆续重建 重建的方式 与后世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是几乎一样的 百姓可以自愿选择 或是原址接收新建的小户型房屋 或者在内城更偏远的地方 选择大户型 再或者直接折算成钱 随着新朝的建立 京城的房价随着清军逼近 开始了过山车笔的跳水 不少利夫或车夫 成了拆迁户 他们选择要钱 每个人获得数百 甚至上千两银子 人只要有钱了 腰杆就硬气了 再看到这些旧邻居 他们便得衣着光鲜亮丽 见到刘李顺这个官员 也就微微点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这种落差 让刘李顺非常不适应 权续的新朝 对于士绅和读书人的打压 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 建官不败的特权没有了 礼不下树人 行不上大夫的特权也没有了 刘李顺感觉自己 应该学习味争一样 把权续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就算权续不满自己 那能怎么样呢 首先 刘李顺没有像其他士大夫一样 名下挂靠着太多田产 为此 他不惜得罪了自己的亲族 只要回乡 刘李顺也会遭到一片骂声 他本身就是清流 既不贪污也不贪腐 深正不怕影子邪 李信见刘李顺不听劝 他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自为之吧 随即 李信离开了刘李顺的家 对于李信的警告 刘李顺不以为然 他有无数热血的学生 这些皇家学院的学生 大都是工业党新秀 或者是权续的嫡系人马的亲族子弟 就算自己被抓进锦衣卫 有的是人为他名冤教区 现在的刘李顺 就像后世的大威公知一样 硬想碰瓷 提高知名度 可惜 刘李顺不知道的 锦衣卫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抓人 还可以暗中阴人 让人防不胜防 这天下午 刘李顺正准备出门 他有一场报告会 呼吁更多的学生参加联名上书 第761集 来到京城后得知 他的丈夫死于清军入城的战乱中 面对举目无亲的